好了,今天咱们是不是讲到Python 它里面有这个request还有什么urlopen的方法 然后返回的话就可以读取 读完以后它是字节 你可以把它关掉 如果要保存的话就用open 打开一个文件 然后通过f文件 write写入就可以了 但是打开的话别忘了加一个模式 就是wb 就是r认字写入 然后它也可以关掉 那么剩下就是解析了 解析的话就是用re re有放到it 就是一个叠代模式 然后那个正值的表现 对吧 那个要注意 就是什么a元素 还有什么-s 对吧 加一对什么 加一对have 然后再去等什么值 然后你要取的是中间的值是吧 可以量的乘乘一组 然后加这个任务 好这不行 我们看一下这个 python的重度数 比配度算 用的是re的match方法 这是判断它皮肤比配的 那么我们昨天用的是哪个方法 昨天用的应该是一个fund吧 昨天用的是fund 咱们直接走代码 拍摄 这个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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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it 然后这是它的什么 这个正值表达式 然后取出来以后就ok了 对 我们现在说要用python去操作什么 用python去操作这个hbase 对吧 对吧 python的数据 我们现在取出来以后是存到哪个 存到这个磁盘上了 对吧 我现在把它存到hbase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存到hbase 这是python加大数据的 python加什么 加hbase 你可以实现爬虫的吧 把爬虫爬下的数据存到哪里 存到hbase去 也可以存放入境 是吧 一遍捡锁 那么python 这个该如何去处理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python加 和它们 汽发 是 这些 是 是 Python的Python我们已经说过了 下载文件到本地 咱们用的是3.4 然后还结合了MySQL 但MySQL它只能支持到3.4 不能用3.6 所以咱们重新弄一下 使用thrift写入hbase 我们在什么时候接触过这个东西 thrift 这个服务器它其实就启动什么GTBC协议吧 通过GTBC协议来访问hbase的 访问hive的这个功能是吧 Spark是有的 Spark分布式参与引擎 所谓的分布式参与引擎 就是Spark的本身 它是分布式运算的 但让客户端交互的话你可以不直接通过 不通过Spark的API 你可以通过GTBC的方式连接到谁 零零到Sriff server 那这个Sriff server 跟那个hive是一样的 Sriff server它就会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语句连接 然后再去提交给这个训算 提交给这个Spark 那跟hive的手段是如出一辙的 我看一下 这个不是啊 那么对于python HBase的thrift 什么意思 HBase是加把2被写的 对于第三方语言 它可以通过什么 thrift1和2精通信 生产 环境下 用的是thrift2 那么如果你要想启用 HBase的thrift2服器 你需要去添加这样的一个进程 所以第一个 启动什么呀 启动HBase的thrift thrift是不是 是不是server服器 对吧 启动server服器 让它满足什么 满足第三方 第三方应用 应该和第三方应用通信 通信 因为python它并不是加把语言 对吧 它无法应用加把API 是吧 但是你们可以都发什么 都发用GDPC协议 就像我们说 你在西加价里边 你可以操作MySQL 你在加把里边 也可以操作MySQL 对吧 因为他们通过是进程间的通信 对吧 使用GDPC协议是吧 来进行传输消息的 所以HBase本身加把编写 那么python它不能使用加把API 那你就通过什么 通过一个第三方 SwiftServer服器 来和第三方语言的程序通信 那么SwiftServer 怎么开呢 当然HBase这一门 那是不是得先开HBase 对吧 先开起HBase 开HBase之前 我们还得先开谁 还得先开Hitrop 对吧 NameNode NameNode 好像只有NameNode了吧 对吧 N没有起 需要N吗 HBase需要N吗 就不需要 对吧 HBase是不需要N的 我们先看一下 S二零级 50070 Standby的 Standby这个数据几点C是吧 那要找哪个 206可以吗 202还挂掉了 这说明我们这程序有问题吧 201 201的话它的进程是吧 NameNode 是没有起ZKFC Hitrop什么 Demon.start ZKFC是吧 然后206的话呢 我们也启动什么 也启动Hitrop的 NameNode 光起NameNode 能不能启动ZKFC 好像没有起来啊 那就得单起了 是吧 单起ZKFC GPS 201有了吗 有了 那么能不能推选出来 在加载的吧 正在加载 ZKFC ZKFC 201应该是什么 节点 起火了是吧 它起来了 那起来以后再起 再起HBase 再起HBase 是吧 你看一下HBase 起HBase的话 就直接起HBase 可以了 HBase的YBY 再加载 差点一个 等下 16 020 挂了 HBase HMASTER 这是500 嗯 嗯 起来的 还差谁 对 REGING SERVER 看下REGING SERVER 找一个私通服务器 原来那个有点慢 我们找一个私通服务器 Linux CentOS 始终同步双 这样 怎么搞的 死掉了 什么什么 同步时间 用这个 用这个来同步 这是亚洲是吧 亚洲尺 NTP ORG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所有的节点上去同步 对吧 在所有的节点同步 我就切到路程上 然后用这个命令 对吧 速度是NTP 这个是NTP 我这没问题 我这没问题 三全 这个是吧 这是它的时间 时间服务器 NTP 是NTP DATA 这样 好 XCALL 让所有节点同步一下时间 OK 那么同步完之后 咱们可以把这个GPS杀死去吧 应该是切到哪里 CentOS GPS把这个HBase 它已经挂了 对吧 再重启 启动HB 起码以后看一下定层 起码以后看一下定层 是吧 有没有这个命令 可以看这个 第0个 先启动谁啊 HBase集群 对吧 如果要出现这个时间不同步的话 如果失踪 失踪说 不同步 你需要执行以下命令 就是 首先 你要切到这上去 对吧 然后掉我们的XCALL脚本 在所有的节点上 执行什么命令 执行NTP DATA 对吧 然后使用这个域名 它是一个失踪服务器的 第2个 再启动这个ThriftServer 就可以了 那么ThriftServer 我们看一眼 在HBase下 HBase 再进到conf 是conf还是并呢 并吗 有没有一个ShriftServer 应该是HBaseServer2是不是 Thread ZK 好像都没有 那咱们看一下这个CAT 它不是有个HBaseDemon吗 对吧 HBaseDemon 这个脚本 在这个脚本里边 有没有这个ShriftServer这个 这个脚本 它没有啊 它没有直接传参啊 对吧 它是直接什么 直接传递参数 那个Start是什么 ShriftR Demon还是Demons 不完啦 HBaseDemon DelsS Start是什么 3 Put 对吧 Shrift2 它的端口是多少 应该是多少 嗯 嗯 它的端口应该是多少 嗯 嗯 它没有端口吗 应该有吧 嗯 三个U是谁啊 8020 嗯 哦 它的端口不是一半 嗯 它端口不是一半 它端口不是一半 看哪个是 看哪个是 54577是吧 54577是吧 那么54577是State -NOP是吧 Graph一下 54577 看谁有它吧 哦 它是9090 是吧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是 9095吧 对吧 这两个是它的监听端口 9090 哪个是服务端 哪个是客户端 哪个是客户端 两个口 它只要是listen 就是服务端 能力吗 只有服务端才有listen 客户端是不能有listen的 那它是两个不同的 那它是两个不同的 一个可能是web端口 一个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RPC端口 那咱们看一下9090 对吧 有可能这个9095 是它的webUI端口 所以S209 是不是9095 你看 这是webUI端口 9095是webUI端口 9090是RPC端口 是吧 不是穿着吗 这是thrift server OK 那么启动它的脚本是命令 这个是吧 hidoop 不是hidoop hbase daemon 是吧 s start thrift2 对吧 然后你第三个就是查看什么 查看它的webUI 是吧 它的webUI端口 http s201-9095 是吧 这是它的webUI端口 那么它的RPC端口呢 它的RPC端口 就是9090 对吧 这是9090 对吧 这是RPC端口 对 你在前端 你在前端 你在前端的话 你是跟谁交货 你是跟它的RPC端口交货 9090吗 它走的不是JDPC协议吗 对吧 这个9095说webUI 就跟5007一样 是吧 OK的 那么它出来之后再看 然后验证是否挺成功 那么它是不是有个9090通告啊 对吧 咱们已经看到了 就查着嘛 接下来还要下载谁 还要下载thriftpython 那么这些是什么 这是应该是个模块吧 对吧 然后编译安装thrift 然后生成python的代码 生成python的代码 看一下这个过程啊 首先下载thriftwindows下载什么编译器 还有thriftpython模块 那这个python模块的话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在python开发环境下 是吧 你就安装这个thriftpython模块的 那么这个python模块 那么这个在哪里啊 这是每个thrift0.90.touch 即这样 对吧 我们这里边两个版本啊 一个是linux的 看到吗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哪个 我们做的是windows的 是吧 这是forwindows的 所以首先下载 windows的编译器 还要thriftpython模块 这个windows编译器有没有啊 windows编译器 就是thrift010.es 是吧 好看一下 所以进到这个download里边 找到python 看到这个吗 对吧 这个文件就是thrift的编译器 这是windows的编译器程序 所以查看完webUI之后 第三个下载谁啊 下载windows下 thr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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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编译器程序 那么这个编译器 它的名称 我们已经给出了 就是这个thrift 下载它 它是一个可知性文件 什么 它是一个可知性文件 直接就能用的 那么还要干什么 还要下一个thriftpython模块吧 所以接下来 再去下载thrift的python模块 那这个模块的话是针对谁的 肯定是针对python的 你像我们用这个pathom 你使用pathom的话导入的是哪个模块 是不是导入的urlab模块 对吧 你要用mycycle 你要导入mycycle模块 那么你要用python 你要用这个thrift 你也要导入thrift模块 那你去安装 哪个是呢 看这个 有没有一个thrift 010.ta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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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ift010.ta gc 这个吧 对吧 咱们是0.09 这个都一样 把这个模块搞过来 这个是不需要安装的 它是到时候我们要通过它去编译谁 编译这个pathom文件的 所以它不需要安装 它仅仅是个工具 它是个工具 那么对于spathom的块 它是需要安装的 它需要安装 那么安装的话第一 你要是下载是吧 下载并安装 这个东西 那么4.1 就是下载 下载文件 4.2 那就踏开了 踏开文件 4.3 就是编译 看下怎么弄 安装spathom文件先解压 然后进到它的libpy 下 然后通过setup.py 这个就可以了 好 那咱们试试看 能不能安装上 这个软件 我们有了吧 就它嘛 script010 踏着gd 打开以后就这个 看了吗 就这个 然后它要进到哪去 lib下 对吧 要进到lib下 在lib下 还有一个 说py 还有py 还有个py 软件包 在这里 所以它的具体过程 看这个 踏开文件 踏开文件 进入 进入 这个 目录 进到这个目录下 进到scriptlib pi 省下 4.4 就是 执行的一个命令 situp.py install 这可以了吧 对不对 我们看能不能行 在这里边是否有个setup cmb 那setup.py install 是不是它呀 回车 它说什么 这是错误吗 这是错误吗 它说这是错误了 是吧 trace 那这样 我们用 用python 是吧 加个python 然后situp 是吧 把这个文件删了之后 重新解压 这个是 打开是吧 然后转出来 出来以后 进到这里边 然后再进到哪个 lib 是不是有个py 对吧 python python的话 进到这个安装里去 cmd Windows 下应该执行什么 这应该是python 是吧 python是 setup.py install 我们看之前的 这都是 写入吧 创建 拷贝 再拷贝 然后运行这个 文件 setup的python 快安装 直扩展 pass 不需要 它直接就装到 c盘下去了 大家看这个 这是不是已经 有进去一些了 我们看一下c盘 在c盘的目的下 它是不是已经进去 这个thrift了 是myprogram python3.4 应该是lib吧 sitmap 是吧 是thrift mySQL python7 它装在哪个下边 lib setup tool 命令 还有distrib 不是对啊